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私人太空公司藍色起源的載舵火箭 在當地時間的9月12日發射失敗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故障的原因正在調查中 涉事的新社勃德號運載火箭 當日在德克隆斯州西部一處發射場 性控約一分鐘後出現問題 觸發了終止的程序 太空艙上的降落傘隨後啟動 火箭相信已墜毀 而運載實驗室儀器的太空艙則安全墜落 這是藍色起源轉型為常規雙目的飛行以來 首次遭遇最重大的失敗 目前發射失敗的原因細節上未透露 據說火箭在升空之後可能遭遇到引擎的故障 導致偏離了航道 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經濟新聞週一》 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報道 指日本政府計劃最快10月宣布新一輪放寬入境措施 包括取消入境人數上限、解禁個人自由行 以及允許旅客免簽證入境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周一前往英國駐中國大使館 《雕日英女皇》 代表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國政府和人民表達深切哀悼 王岐山在英女皇的遺像面前肅立民哀 向英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誠懇的慰問 他指伊麗莎白二世在中英關係的發展中 是推動者和貢獻者 是首位訪華的英國君王 是首位訪華的英國君主 曾接待多位中國領導人訪英 為中英關係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他強調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50週年 雙邊的關係發展歷程充分表明 只要堅持相互尊重、互相共贏 中英的關係就能夠保持平穩的順利 希望英方著眼戰略和長遠 與中方一道加強對話、交流 推動互利的合作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葬禮 在9月19日舉行 有不少的外國政要參加 英方的安排 引發多國的外交官抱怨 我們一起和巴士的布的總編輯 你和談談吧 你和你好 你好 預計英國在即將近來 就會迎來大批外國貴賓到來 目前傳出了不能夠帶團 以及要外國的元首乘坐 商業的飛機 或集體坐大巴等嚴格要求 引發了很多外交官抱怨 有力明的外交大使對傳媒說 你能不能夠想像拜登坐在大巴上的樣子呢? 當然對於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元首是可以例外的 英國《泰晤士報》就進一步披露說 美國總統拜登將會有權乘坐他的野獸防彈尊 前往西敏子參加女皇的葬禮 而法國總統馬克龍等極少數的部分外國政要 也可能獲得這種許可 而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就必須乘坐英方指定的公共大巴車 就是參加活動了 英國英女皇的葬禮 就是確定在當地時間9月19日11時 在倫敦的西敏子大教堂舉行的 這也是伊麗莎白儀世舉辦登基儀式和婚禮的地點 這是英國至1965年前的前首相 邱吉爾的葬禮以來 仍然有一場堪稱是史無前例的後勤安排和外交活動 需要為最大規模的外國政要來訪做好準備 預計到時將會有百多位各國國皇皇后 或者國家元首出席英女皇的葬禮 但大量嘉賓入境也為英國政府的後勤和外交層面帶來麻煩 官員就試圖在滿足外國貴賓需求和活動順利舉行之間要取得平衡 按照安排計劃 每個和英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 所能派出參加葬禮的代表名額極為有限 而出於擔心西敏子附近出現的交通濟室 大部分貴賓都被要求在倫敦西部的一個未公開的地點 集中、城鎖、大巴一起前往活動地點 不過這其中明顯是有例外的情況 《泰晤士報》引述英國消息人士說出於安全的考慮 已經確認出席葬禮的美國總統拜登 將會允許乘坐他的被稱為野獸的防彈磚車前往西敏子 除此之外同樣是出於安全的考慮 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日本德仁天王 以及以色列總統、客業左隔和極有可能 允許乘坐各自的專車 一名英國政府消息人士還對傳媒說 要求七國集團領導人迫大巴顯然不太適合 但他也補充說英方也正要求各國的政要 盡可能地靈活安排 報導介紹說預計將會出席英女王壯禮的外國君主 包括了比利時國王和皇后、瑞典國王和皇后 荷蘭國王和皇后、西班牙國王和皇后 此外已經在2014年退位的西班牙前國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將會攜同妻子 蘇菲亞皇后一起出席葬禮 除了拜登和馬克龍之外 已經確認出席的其他外國領導人 包括了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以及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 以及西蘭總理阿德恩、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和德國總統斯泰因麥爾等 因為英方表示空間有限 例如特朗普這類的外國前領導人 就不會受要出席了 而《天空新聞》的澳洲反形容 這樣的安排相當嚴格 甚至還有一些令人驚訝的禁令 例如為了避免造成倫敦機場和交通的擠塞 受邀出席的外國元首 不僅被要求乘坐商業飛機抵達倫敦 參加葬禮的時候還不能使用元首專車 而且到集合的意是要到集合的地點 坐大巴統一前往 就連葬禮的場地也只能允許領導人及其伴侶 或配偶最多兩個人進入而已 謝謝李彤 社會各界關注香港何時恢復和海外通關 政府早前提出疫隔離的方案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也會繼續與深圳當局商討隔離等的安排 強調政府欲設立一個系統 按疫情的發展情況 系統可以繼續運作 確保不需要有重大的改變 希望可以實行逆向的隔離措施 相關的細節仍在商討之中 他又說當中有不少的困難需要克服 但相信會有好的安排 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疫隔離安排需要符合內地檢疫的標準 完成了本地疫隔離之後就不需要在內地7加3的檢疫 相信在機制之下不會增加向內地傳入輸入個案的風險 他又說期望隔離安排是可以獨立於疫情的實際變化 不論兩地的疫情走勢都可以維持運作 被問到新加坡11月金融科技展場客 以及檢疫措施問題 李家超表示 本港一向有舉辦金融科技的論壇 香港的優勢仍然存在 政府有與業界巧錯溝通 不少人都表示有興趣離港 他又指本港實際的疫情與另一個地方是未必一樣 所以有其需要採取的措施 包括本地確診的數字高 醫療系統的負荷力問題 對高危的人士保護等等 政府會不斷留意數據的分析 相信香港會做到一個成功的經濟金融高峰碰 他重申 檢疫的政策如何走 會視乎數據和疫情的走勢 打疫苗始終都是最佳的保障 李家超強調香港的競爭力大 又指打疫苗是增加恢復社會的經濟 等等有效的措施 修惡平安達神道日前發生淋天平 至三死六傷的工業以外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曉、孫玉咸表示 勞工處已經按法例的權力 全力積極進行調查 並會全力調查清楚事故的原因 警方也會介入調查 各方初步懷疑天平的基礎截短 這是重要的調查方向 勞工處會進行有關的工業以外方面的調查工作 警方也會進行其工作 他又提到 勞工處正就天平的安全調查、巡查全港的地盤 希望進一步排查 確保天平運作安全 符合法例的要求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論壇致辭時表示 政府將會推出一個長遠策略的計劃 定下香港創科未來5至10年的發展方向 重點包括設立創科的生態系統 促進跨界別、跨地區的協作 將上游研發連接至中、下游市場 預計半年內推出 政府公布預留西貢戶外康樂中心作為猴斗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檢疫中心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當局對任何傳染病都均有高度的警惕 他又指政府已經儲備足夠的藥物和設施去隔離地點 隔離這個防喉斗的個案傳入 呼籲市民不需要太擔心 稱有信心可以控制傳播 2019年9月29日全球反極權大遊行期間 有9人涉嫌在金鐘政府總部外參與暴動被控 其中6人13日在區域法院開審前承認暴動罪 25歲酒店男職員和22歲的男學生 襲警罪則傳黨法庭 案情指片段拍攝到6人在在場集結 15歲的學生曾執起磚頭拋向政府總部 其他5名認罪被告撤銷被保釋 還押去到11月14日求情 2019年理大圍城期間 大批示威者去到尤尖旺一大聲援 其中11人在倭打怒道附近被捕 被控報道罪 當中23歲的女護士13日在區域法院開審前承認 案情指他被捕時身穿黑色衣著 頭戴泳鏡和防毒面具 身上帶有針筒、心理鹽水和醫療棉花等等 還押至下個月的25日求情 每日的焦點新聞講到這裡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樓台 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來下載石樓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看 我李童和盧永雄在石樓台不僅和大家一起 拆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什麼我們叫石樓台 其實石樓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樓台成為你們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獨到、視野更廣闊 石樓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樓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多謝大家支持 到外面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